要怎麼樣信手年來就是音樂 這東西聽起來好像蠻難的 但是其實它是可以透過日常的訓練慢慢去練習 如招勝有招 就是當你所有的這些技術知識 都把它融會貫通的時候 不需要像教科書上面照個SOP啊 去做什麼事情 你可能信手年來 你就可以去做一段音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宗軒 我曾經參與過很多流行音樂、電影、戲劇相關的音樂製作 這幾年我也有一直在發展一些演奏音樂的推廣 還有獨立音樂的推廣 所以大家可以聽一下我的演奏音樂 獨立音樂的推廣的話 應該有很多同學都知道 我有在做理想文彈的音樂製作 除了理想文彈之外 我也有在慢慢的在繼續發掘發展一些新的artist 不錯的創作 或是不錯的歌曲都歡迎推薦給我 在這堂課裡面我會透過實作的方式 盡量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整個音樂製作啊 編曲的每一個環節要做什麼事情 從最一開始的 demo收聽 然後到整個編曲方向的 規劃 到 錄音 到配唱 到整個 mixing 都會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析、拆解 讓大家從這個過程裡面去了解 旋律、節奏、合聲、音色 跟段落設計之間的關聯 在課堂裡面我們示範的歌曲的 分為檔案 我們也會把它上傳到雲端 大家可以在下課之後 自己來下載放到自己的DAW裡面 慢慢的來做研究 我打開電腦 我就收到那個Vocal的檔案 我心裡面想說 哇 這個Vocal也唱得 太無敵好聽了 就非常的乾淨 然後非常的精準 表情啊 各種細節非常的到位 接下來的一週裡面 我們大概修改了好幾次 而且每修改一兩個版本 阿妹就唱個新的Vocal過來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個檔案是他 他的練習而已 所以他的練習就已經是 這麼厲害 而且我們改一點小東西 所以他就一直唱新的 一直唱新的 我就知道說 哇 原來連天后都要這麼認真 我把這個故事分享給 很多我的學生 我就跟大家說 一個禮拜寫一首歌都寫不出來 天后這麼認真 而且他都已經這麼厲害 還這麼認真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來多向他學習 在這麼認真的狀態裡面 我覺得整個團隊也會更努力 更熱血的來配合他 倒不是說因為他是阿妹 所以大家 順著他 而是因為 他在這件事情上面真的付出了 非常大的努力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我們來學習 然後 李想混蛋的第二張專輯裡面是排第一首歌 但是其實在製作期上 那首歌應該是排在最後一首歌製作 樂團的 每一張專輯 或是有時候在做不同作品 我也會在裡面玩些東西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我沒有跟別人講過 其實理想混蛋的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我是在玩電吉他錄音 要怎麼樣用plug音來錄音 完全不熟音響 怎麼樣用plug音去調出一個 好聽的電吉他音色 所以理想混蛋第一張專輯的 裡面的電吉他 全部是那種amplitube啊 然後sb啊什麼那一類plug音軟體 在理想混蛋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開始嘗試用音箱頭 進loadbox 進一些IR來做處理 做理想混蛋之前 其實我也有一些 音箱收音相關的經驗 但是為什麼要去研究這個事情 除了是我們工作上會比較方便之外 也是一個比較 節省成本的方式 白奏將近這一首歌在第二張專輯 是放在比較後面的製作 我對這種工作方式 我想應該已經算是比較熟悉了 那裡面就是用比較 Marshall style的音箱 來做錄音 整個前期的 鼓的收音啊 也是我跟可佩在工作室 我們一直一直加麥克風啊 這樣收音 包含到後面的 Vocal的配唱啊 甚至到Mixing的處理 我自己用一個小console在上面去完成 所以我覺得 這種工作模式下面 你會對這首歌會特別有感情 我其實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特別喜歡這首歌還是怎樣 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小故事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你可以去聽聽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理想混蛋的雞丁 我們和鍾萱老師呢 從2018年就一直合作到現在 一起完成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 那也讓我們在第一張專輯的時候就 入圍了當年金曲獎的最佳新人獎 那其實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感謝鍾萱老師的幫忙 我覺得他就很像一個爸爸一樣 就是除了在專業知識上是非常不藏私 不吝嗇的給我們很多協助之外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關心我們 是一個又溫暖又細心的人 對所以 我們是非常推薦如果有機會 和鍾萱老師一起工作 一起互相學習切磋的話 絕對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哈囉大家好 我是徐浩君 我覺得鍾萱老師的編曲課是非常有幫助的 特別像是我之前 只會彈一把木吉他 這彈這場 那我根本不知道編曲要怎麼 去做 像是很多鼓挖 鋼琴 pad 或者合身器等等 還有很多plug in 那這到上課之後我才知道 很多東西其實可以講有 那會激發我蠻多的創意的 而且我覺得 老師很棒的是他把很多 免費的資源 都集結在一起 那裡面有很多 好聽的音色 或者是plug in 等等 我覺得這些在 實際應用到自己的作品上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很有用 而且我覺得老師是非常 氣性跟認真的人 他 會把很多在編曲上我們沒有想到的東西 或者是可能會犯的一些小錯誤 都會提醒我們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所以如果 你正在 想要學習編曲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相信你都會有所說過的 而來上記得喔 一定要記得 主主也 不然 很多東西你聽不就忘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友好 今天要來和大家推薦一下 中學老師接下來的編曲課程 那老師的編曲課程其實 蠻有趣的 它會從蠻簡單的一些概念 延伸到很複雜的 遊戲音樂的編曲 但是大家不用太擔心說 課程會不會太簡直 因為老師都會 蠻有耐心的 去把一些基礎的東西 很地基的東西 把它交代清楚 推薦老師 中學老師最棒 我覺得上了 中學老師的編曲課後 我的編曲能力有大幅的提升 原因是因為老師會 分析一些前人的作品 這讓我了解到一些經典的流行音樂 他們是怎麼 被編排 被設計 那背後有什麼樣的巧思 反過頭啊 我也可以回顧自己的作品 看有哪些問題 未來要怎麼改善 然後把這些學到的技巧 應用在我自己的編曲當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浩 我是一名全職音樂人 我今天要來推薦 李中軒老師的編曲課 之前上 中軒老師的課的時候很好玩 總是用錢寫易懂的方式 把複雜的觀念 帶給我 所以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 Ou Music 中軒老師的編曲課 趕快加入吧 讚 好 最後歡迎大家一起來 Ou Music 來跟我們一起學習 線上編曲課程 誰 善 善 善